相互標罵混蛋 兩人加起來超過一百六十歲 二零二四美國總統大選首場電視辯論 激烈攻防 吵得不可開交 川普將美國暴力犯罪歸咎於拜登的移民政策 但自身封口罪官司被起訴也成為痛教 力甩道德瑕疵 川普火力全開 反向拜登外交和軍事政策不夠強硬 誰才有能力治國 就連高爾夫球技都能拿來吵嘴 兩人高齡博命演出 相較於川普的盛氣凌人 拜登似乎有些招架不住 不少美媒則揪出 川普連續不斷的攻擊 誤導與出錯率也高於拜登 拜登表現卡卡 口條不佳 成了致命傷 仍然而川普看似氣勢全贏 紐實卻指稱內容空洞 充斥大量虛假推斷 下一次的美選辯論 預定臺灣時間九月十一號舉行 拜登能否扳回議程 以及選情是否將出現變數 都略為關注焦點 閘靈新聞 監學會報導